春麒君 歡迎張燕明 歡迎第二季言凱 歡迎榮佳 榮佳 接續要來歡迎高英軒 高英軒最好歡迎黃佳謙小姐 歡迎林美先生 歡迎沈鳳先生 歡迎沈鳳 歡迎王思萍 歡迎鄭宏林 讓他們一起出來吧 歡迎李嘉莉 唐宇哲 這是我們莫非這就是愛情 劇造所有演員 要請掌聲再來一次拍手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宇哲 那在這個戲裡面我飾演的角色叫做季家衛 騙花的時候應該就會稍微了解 我再跟大家解釋一下這樣 好這是唐宇哲 繼續歡迎李嘉莉 歡迎 大家好我是嘉莉 嗨 嗨 在莫非這就是愛情裡面我是飾演關小空也就是莫非定律產生的一個女孩 然後戲裡面有很多因為莫非而發生的好笑好玩或者是生氣難過的事情然後等一下你們就可以看到 謝謝你們來 歡迎嘉莉 再歡迎建宏林 哈囉網路上還有現場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建宏林 在莫非這就是愛情裡面飾演的是向子彥 那在戲裡面呢我是一個四居完美暖男 四居完美暖男呢可能要到第二集才會讓大家知道是什麼樣子 那剛剛小童有說她是莫非定律產生的一位女子 那小童一碰到我她的莫非定律就會失效 所以我算是她的一個避難所 那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的研究 謝謝 謝謝王四居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四居 在裡面飾演的是何之羽 其實不用演啦我是演一個名模 其實蠻開心的可以跟大家合作 然後我也蠻期待莫非定律這齣戲 謝謝 謝謝你歡迎整個 嗨大家好我是老面孔 今天在這個戲裡面很榮幸的我演的是女主角的爸爸 然後我家裡有兩個美女都是我的女孩 請自我抱怒 哦好還有一位呢 哦好好好就兩位 但是你們沒看到她的製造者今天沒來 所以在這邊我代表家長呢 跟你們先說一聲抱歉 因為她的母親叫做方文玲 現在到了新加坡去雪冰去了 等她心情好之後回來 那這個家就會和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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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們過來 在戲裡跟嘉健是 我們有合作了 因為有一個 我是離婚後事務所的負責人 你是交友的 我是交友公司的 所以我這邊把人拆散了以後就送到你那邊去 對我這邊結好了然後就到你那邊去拆散 對對對 然後再結帳 對對對 我們合作愉快 很開心 謝謝 謝謝 王嘉欣小姐還沒講話就已經整個人害得起來了 對我今天很害羞 因為很開心第一次跟3D一起合作 然後這是我的第一次我希望可以長期的合作下去 那也很開心跟這麼多這麼棒的演員一起合作 跟這麼多專業的所謂的工作人員一起工作 希望這個可以結出非常好的成績出來 謝謝大家 謝謝高英軒 來 各位網路朋友還有現場長官大家好 我是高英軒 這一次飾演的角色是杜凱文 他是一個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講個寶 好託媽媽的魔罩 幸福找到了 媽寶不見了 所以希望這一次是一個 目前才是一個媽寶 那我是慢慢要擺脫一個媽寶形象的 非媽寶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謝謝 謝謝英軒 還有榮家 哈囉各位現場的朋友們 各位現場長官 還有網路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榮家 那我這一次在莫非這就是愛情裡面飾演的 是關小青 就是小童嘉穎的姐姐 那因為戲外我跟嘉穎本身就是 從國小一年級就認識 所以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緣分 那其實我在戲裡面演一個比較 要求完美 然後對很多事情都非常的高標準的一個女生 然後在第一集呢 就慘遭劈腿 變成一個失婚婦人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鎖定一下好不好 期期待 謝謝 謝謝 謝謝榮家 歡迎JR紀元凱 哈囉各位網路上朋友還有現場朋友大家好 我是JR紀元凱 我這一次在莫非這就是愛情裡面飾演 離婚後事務所裡面的一個員工 然後我跟那個燕民還有跟宇哲 是從小到大一直長到好朋友 然後一起開了這個很特別很酷的公司 然後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火花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鎖定我們的播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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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喜歡 還有現場朋友網路上大家好 我是張彥銘 那很開心這次賽地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演出西門這個角色 那西門大家應該想這個名字聽起來就蠻好玩 西門慶的感覺吧 其實他在裡面也是一個蠻逗趣的一個角色 他在跟我以往演出的表演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在裡面呢 林文凱事務所負責搞笑的部分就交給我 所以大家明天晚上十點的要看 墨菲這就是愛情可以看這部戲 然後看西門在裡面是怎麼白癡啊怎麼天兵啊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你 歡迎林文凱棋 大家好我是齊君 我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然後在墨菲這就是愛情裡面 我演的是艾倫 然後我是交友公司裡面唯一的男生 所以有很多跟女生閨蜜的一些話題啊 還有有些閨蜜的話題或者是我都會參與 然後所有佳穎跟陪陪他們所有碰到的難題 我都會跟他們一起解決 謝謝 謝謝 還有陪陪 哈囉現場各位朋友跟網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這次在墨菲就是愛情裡面呢 我演的是交友公司的夏欣欣 不是木炸動物園裡面的欣欣喔 我要先強調 那這次在裡面呢跟女主角小童呢 是從高中的時候認識的好朋友 然後講話對她非常的直接 那希望這次在裡面的角色大家喜歡 謝謝 謝謝 還有陶曼曼 哈囉 我木莎還有現場朋友大家好 我是陶曼曼 然後這次在墨菲這就是愛情裡面 我是飾演 離問候事務所唸唯一的女生 然後我叫莫安婷 那在裡面是全公司唯一對公司最認真負責 然後盡心盡力的 那希望大家能夠就是期待我的表現 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陶曼曼 謝謝 謝謝我們在這邊請講 謝謝所有人 今天請來到了我們的整議會上 在當中有問題 謝謝